好來,你看第九題 三角形ABC和C柱1都是一個正三角形 那BC柱在同一個直線上 AC交B1與F點 那BC等於12,這個等於6 那C1F的面積是多少 好,我在講這一題之前 先把一些你需要再複習的觀念講一遍 第一個 這條是12,這條是6 然後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漏斗 所以我就知道說這裡12,這裡6 所以AB比EC叫做2比1 其實AF比上CF也會叫做2比1 好,他們的長度比是2比1 那這個面積跟這個的面積比會叫做4比1 所以我的目的就是先求出三角形ABF 那ABF比上我的CEF是4比1嘛 ABF比上我的CEF 它叫做4比1 所以我只要把三角形ABF算出來 除以4 就會是這一題的答案了 OK 好,再來 那ABF這個面積到底要怎麼算 這個面積到底要怎麼算 我來複習一個觀念 這是一個正三角形 如果今天的正三角形編長叫做A 那我就請你們要背兩個公式 第一個叫做高 高的面積叫做2 高的公式叫做2分之更號3倍的A 那它的面積叫做4分之更號3倍的A平方 請你把它背起來 OK,那它是怎麼來的 這是60度 所以我往下畫一個高 這是30 這是60 這是90 OK 那90度對過來叫A 當然30度會叫做2分之A OK,30度對下來是2分之A 60度對過去的長度 就會叫做2分之更號3倍的A 21更號3的觀念嘛 那它的面積是怎麼來的 面積就是用底 底是A 乘高高是2分之更號3A 低乘高 除以2 所以就是4分之更號3倍的A平方 好,你了解了這個觀念 我們再回頭來重新看這一題 三角形ABC先算出來 三角形ABC等於4分之更號3倍的A平方 記得A是12 所以12平叫做4分之更號3 乘以144 所以等於36倍的更號3 這是第一個 那 AF 比上FC OK,你知道它是2比1嘛 所以我的三角形ABF的面積 所以我的三角形ABF的面積 三角形ABF 它的面積就會等於36倍的更號3 去乘上2和1總共是3分裡面的2分 叫做24倍的更號3 OK,那最後我要問的是BCEF 我要問的是CEF 那我就說 這邊比這邊是4比1嘛 所以除以4就好了 所以我把24更號3 除以4 答案就叫做6倍的更號3 好,這是第9題 BCEF